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生活成本涨幅飙升至20年来最高点 去年12月澳洲通胀率达到7.8% 生活成本上涨9.3% 这是自1999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次 新州政府推出多吃海鲜计划 去年受干旱新冠疫情和洪水影响 新州海鲜行业遭到重创 新州政府于本周三推出多吃海鲜计划 鱼店 鱼厂等将可以获得最高10万澳币赠款 澳洲新版5块钱纸币将取消皇室头像图案 澳主行本周四证实 澳洲议会将取代英国皇室头像 成为5澳币纸币的最新背景 此外 新版纸币还将包含原住民元素 悉尼最受欢迎的社区市集即将关门 Glip Market是悉尼最受欢迎的社区市集之一 经营了30年之久 不过市集商贩近期收到组织者大会的邮件 表示由于个人原因 2月25号将是市场营业的最后一天 以下再来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 今天的五大热点资讯 以上就是今天晚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1688澳洲新闻网